那這樣會想要天天來學校上課嗎? 會 放假日不用在家裡休息 一個禮拜你來上七天都OK 我想每天都來上 大聲一點什麼? 我想要每天都來上課 那你也是嗎? 為什麼?因為老師教得很好玩嘛 不 今天做鵝仔煎還有做什麼? 還有做... 不知道 什麼三聖 沒有 就鵝仔煎啊 就只有鵝仔煎嗎? 是啊? 還有菁花茶啊 還有菁花茶 還有菁花茶 菁花茶 你們之前有做過的鵝仔煎嗎? 有啊 有成功啊 我們有做過很多 是喔 我們有做過 喔其實最主要是因為這是一個新街的班級 然後我們在每次在午餐的時間發現到 奇怪了 為什麼他們吃飯感覺就是沒有很愉快 誰要來吃八起 誰要來吃號碼 給你吃辣椒 給你 可是在老師心裡飲食跟吃東西這件事情是開心的 應該跟開心的經驗連結在一起 而且你別別喝水耶 這是水嗎? 喝酒嗎? 然後剛剛好看到 風食有這個夢想計劃 那我們兩個就說那不然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每一種解氣都有他可能在這個節氣喝對他的身體也還不錯 那我們討論過在春天的解氣裡面適合喝什麼茶? 菁花茶 節氣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我們的茶呢會加首先有什麼 有什麼? 勾氣 勾氣 沒錯 誰要來幫我吃 因為我們每天小孩都會看月曆 那其實月曆日曆上面都會提到今天是 春分 小滿 旁邊都有小字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講是看得到的 OK 那我們就拿去旁邊煮喔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來做 之後我們就思考說那我們要結合比如說我們園內的小農夫啊 那我們要結合比如說我們園內的小農夫啊 然後結合我們的節氣 然後結合盛產 然後結合食物六大類的概念 然後讓小朋友希望說 他從課程裡面可以因為認識而接受 然後因為自己有接觸 所以願意嘗試 和阿的季節 大概就是清明前後 那那時候剛好有一個 時刻文化記 那我們就想想看 不如讓他們認識看看好了 好 那我們就來動手做 那請問小幫手準備好了嗎 好了 那我們請 蔡振右 大家好 我要介紹金牌 我要介紹 有 還有琴 那就去把菜要備來了 然後裡頭很特別是 阿阿是金門的時刻 當然帶他們認識 那另外就是琴菜 跟蒜苗 其實有很多人不知道蒜苗長什麼樣子 老師這個是蔥嗎 我說對呀 他其實沒有看過他原來的樣子 才點太多了吧 我還要吃這個 我覺得我不敢吃耶 我不喜歡吃耶 你以前敢吃兒阿肩嗎 不敢 不要是動手操作 小孩都一定愛 不敢 那這一次為什麼老師 帶你們做了之後 然後你們就覺得 敢吃了這樣子 開心好玩 為什麼為什麼覺得開心好玩 有動手做 很好玩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們是怎麼做 鵝阿肩的 有 地瓜粉 有胡椒鹽 有 蚵仔 有飯苗 有其他 有高麗菜 撿水 然後倒在一起 攪拌攪拌 攪拌攪拌 真的是很重 不然就最厲害了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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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把他撈的 就好了 沒關係 沒關係 不要腳太大力 不然 把他會破掉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這樣 一朵一朵的感覺 然後放進鍋子裡 煮 煎 我現在要來加 什麼 油 你放在老師加油的地方喔 有沒有看到他在冒泡泡了 有沒有看到他在冒泡泡 好不好 然後把他撇一撇 好 你要撇一撇 沒關係 抱抱 因為他還沒有 還沒有擬 你覺得他好的 你就試試看 好不好 我先交給你 然後就完成了 你以前喜歡吃瓦泡泡嗎 不喜歡 那現在喜不喜歡 喜歡 那為什麼變喜歡很好 那我們兩個其實有個想法就是說 在飲食上 其實每一個人喜歡或不喜歡 都是很正常的 那你只要願意 嘗試 都是很好的 你有吃一口嗎 剛剛 這個湯 你有吃一口 對阿 你以前就不喜歡吃瓦泡煎是不是 還是家裡都不吃瓦泡煎 我也有 可以給我吃 我在家裡都沒有吃 那家裡會煮嗎 會煮的辣嗎 不會對不對 會 所以你就是 我熟悉這個 這個 這個食材 所以就多練習吃 以後就會喜歡的 好不好 慢慢來 你要擠 我的 不喜歡吃 然後我會給阿嬤吃 可以 好不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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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去吃了嗎 好餓 我也會得到一些家長的回饋說 他們吃飯啊 對綠色蔬菜啊 這些不敢的東西 其實都有進步 快去快去快我沒有人 來來一盤一盤一盤 沒有了不夠了 太美味了 他們真的就是 沒有了沒有了 對不起我光光了 老闆賣完了我跟你 沒有了 等一下我們都無門來拿手再給他 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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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什麼 喝什麼 我自己喝完 要乾是不是 要乾了 要乾杯 耳拉機你們都有去試著煎對不對 那會燙燙的啊 然後有滑球會噴起來 你會擔心會害燙嗎 我上次有看燙到過 那你不會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怕 我就別一點 就就是拿那個 那個炒的東西拿到 拿那個 拿最上面 彈子拿最上面 然後呢 然後 再煎 美麥彈天 我做主 耶 我做主 也因為 你會不會 你不怕 我做主 你會不會 事情 想要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